很多人喜欢去吃所谓吃到饱 比较省钱嘛对不对 大陆披萨店呢 多年前推出了沙拉巴尔大货好评 但是有的我们的吃到饱 是可以来来回回一直拿的 他们的规定只能拿一次 结果让很多人就觉得说 啊这样讲这样子吃哪里过瘾了 所以呢绞尽了脑汁想 怎么拿能够最拿回本 结果呢他们就和这个很会堆哦 把这个这个拿完拿那个 那个拿完铺这个越堆越高啊 变成披萨塔了 这样子可要把披萨店吃垮了 现在呢披萨店沙拉巴尔纷纷的喊停了 那版超级叠叠了 黄瓜 凤梨 生菜 萝卜 叠起来可以比牛排刀还要高 大陆披萨店规定沙拉巴只能拿一次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消费者发挥盖房子功力 沙拉酱当水泥 红萝卜当打底钢筋 黄瓜 凤梨 水蜜桃就当粘块 中间的缝隙不能浪费 玉米碗豆大小刚好塞满 好小凉哦 沙拉堆堆堆 一盘可以分给七个人吃 修个大碗 还有人在网路上公开堆 沙拉塔的秘诀 扬言吃垮披萨店 首先一定要用红萝卜当底 整齐排好 外头堆凤梨 里面塞水蜜桃 一层一层往上盖 就能做出摩天沙拉塔 可能真的被吃怕了 披萨店陆续撤掉大陆的沙拉把项目 以后大陆消费者想要大势身手 恐怕得在另屁战场 这是黄一芬 最后报道